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第十一章长期负债 我们讲一点点长期负债 好 只要不是流动负债 第十章我们讲的是流动负债 只要不是流动负债 就是非流动负债 那非流动负债呢 基本上来讲 它就是跟什么 流动负债不一样 所以包含了 我们现在这边的所谓的长期负债 甚至我们的以前 如果你看以前的财务报表上面 有其他地言代相 都算是非流动负债 或者是其他负债 都算是非流动负债 因为只要它不属于流动负债性质 全部我们现在国际会计准则 就把它分类为非流动负债 好 那非流动负债呢 我们再来主要是谈一个 应该我们以公司债为我们的范例 好 因为长期负债里面呢 它的行程 非流动负债行程有各种不同的 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原因 好 那不管是各种不同的原因 可能它所发生的比率或金额 或者它的会计处理都不会太复杂 那但是呢 如果你是发行的是一种长期负债 发行的是公司债 如果你是跟银行借钱的长期负债 那也很单纯 你就是付利息而已 就没事了 好 你跟银行讲好的利率是多少 就是多少 你每年付多少利息 就是多少利息 好 所以这个是很单纯的 因为银行跟你讲要借你一千万 然后每一年利率是3% 那就是这样算 那在银行为什么3% 那你说为什么借钱的时候就有2.5% 为什么我借钱要3% 对不起 银行它也没有标准答案 因为它是根据你跟银行的往来时机 然后根据它对你的一个市场 就是一些所谓的征信调查 评估出来的 那甚至有时候 好 银行也很怕人家去邓得啊 好 这个录起来是不太好 所以说 它很怕人家去跟他大小生 好 去争取 因为我之前我在 很久以前我在银行待过的时候呢 比如说调降 现在中央银行调降基本放款利率 那银行呢 它可能是不动 好 那当然它可以讲 因为以前的借款 借款的那个合约 或者是借款契约书上面 它只写一个利率多少而已 并没有去盯住什么 好 如果 如果它没有写盯住什么 那当然银行 它不去降 没有跟着 因为那个中央存款 中央的 应该没有根据我们的基本放款利率 去往下调整 它是有立场 它可以这样主张 说我们当时就讲说利率是多少 但是呢 虽然你借款合约书上面 只是写个固定的利率 但是你也可以去跟它争取 一定是跟它争取 但是呢 以前我在那早期可能银行呢 没有那么的普及 也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就公家银行 省属七个韩库而已 没有现在的百花齐放那么多的外商 银行竟然没有 所以那时候呢 那个人家来问说 听说基本的放款利率调整了 调降了 那我借款的利率有没有调降 我们就 因为上面没有讲嘛 我们就说没有耶 那如果你乖乖的就 哦好 那我知道了 挂了 那你就维持原来的可能 那时候借款利率是十几% 好 但是呢 有人呢 就比较激进一点 好 比较会争取自己的权益 他就去银行大小生 好 那就会调降 所以在银行工作那段时间 我就深刻的感受到 会吵的小孩有糖吃 在银行 就那一段时间 我现在不知道了 因为离开银行太久了 就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 好 所以 如果你跟银行借钱 你不要问说 为什么我借的是三 他为什么是借的是2.5 没有标准 好 但不是说因为 他会吵 你不会吵 也不全然是这样 因为他一定有他的一个什么 评估的机制 好 所以这些都是 如果你跟单一的借款人 而且借款的利率 都已经双方讲好 他就没有所谓的限值的问题 就没有限值的问题 好 所以每 我讲一下 公平利率 每一家公司的公平利率 不会一样 A公司的公平利率 B公司的公平利率 不会一样 因为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公平利率 是三个东西组合起来的 这三个东西 如果你上财管 应该就应该有学过 这三个东西里面有两个 是大家都一样的 第一个 无风险 报酬利率 那我可以把它想成 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 银行基本上它是无风险 所以银行给的定期存款利率 它就是 我当时我就说 我怎么去记这个东西 或者是我怎么去认定 怎么去想这个东西 就是第一个 我把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 当作无风险利率 好 因为基本上 你放在银行 你不会放一百块 最后拿回来 是少一百块 至少 明目上不会 第二个 组成因素就是 通货膨胀率 那通货膨胀率 每个人都碰到的都一样 好 通货膨胀率是 每个人都一样的 好 就是 它公布出来的 去使用所有的 但是第三个 风险铁水 风险贴水 就完全 每一家公司 各有不同 好 为什么大家对台积电的 认为台积电是一个 很大公司 信誉很好 然后形象很好的公司 因为它有很多因素导致的 好 来 很专业 愿意投入研发 然后规模很大 然后 这个研发能力很强 等等等等 所以你对台积电的 印象 或者是对台积电的评价 一定会远高于连电 然后连电也是什么 金元代工 那为什么台积电的股价 一百四十几块 连电可能就二十几块 原因在哪里 就是因为 我们对于连电的认知里头 认为它没有那么的专注 在它的本业 那我当然 刚好也听到 今天早上的时候听到 为什么连电呢 就是它没有自己去做 投入很多的研发 它的很多专利都是对外购买的 所以它都依赖别人 所以它的价值就没那么高 好 总而言之 我就说了 风险贴水 是每一家公司都会不一样的 因此它的公平利率 或者叫市场利率 每一家公司面与到的市场利率 就不会一样 你不要想说市场有一个 不对 因为每个人各自面对自己 他的自己的市场 所以这个风险贴水的影响之下 所以每一家公司的利率就不会一样 好 所以如果你是跟单一家公司 三亿个借钱 债权人借钱的长期负债 也很单纯 他借你多少钱 你该负他多少利息 你就是承认利息费用 或者是还没付就应付利息 就好了 就是借款金额乘上 借款的利率乘上你付息的期间 就是你要承认的利息费用 所以这个很单纯 但是我们要谈的是公司债 那公司债的意思是什么呢 公司债也是公司跟人家借钱 而且借的是什么 既然他是放在费流动 他一定是什么 不是短时间会完的 但是他比较复杂的原因是因为 他是跟很多小额的投资人去借钱的 像我们现在的公债 公债呢 我们的每一个单位十万块 公债每个单位是十万块 所以每一个人 只要你稍有存款的人 大概都可以买得到 买得起 所以他是 他是把它切割成非常多的债权人 所以他就比较复杂一点 因为今天 好我不能 因为我公司有什么状况了 所以呢我就自己说 我的利率就要不要调整了 对不起 你要面对那么多的债权人 你必须 所有的借款合约 发生任何异动的时候 必须是所有的债权人都同意 债权债务人都同意 那如果是单一个债权人就容易呀 我跟他跟某家银行 甚至呢 是连贷 银行连贷 最多的是十家银行嘛 十家银行的代表 坐下来谈一谈就可以了嘛 同意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是公司债 因为你是小额的投资人 所以每一个投资 可能规模跟我们的公债一样 都是十万块为单位 所以我借个一千万 那我就有多少 我就有一千 一千个嘛 一千万的话 除一下 十万块 好除以十万 就一百个债权人 那一般上市会公司 他借钱 他发行公司在部位是小小的规模一千万 他都一定是一 为单位 所以他面对的债权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怎么可能让每个债权人都同意呢 好 都同意你的一些变更条件呢 所以公司债的发行是相当的麻烦 而且困不是困难 而是麻烦 让你有条件任何异动的时候 几乎他的调整空间是很小的 好 所以公司债也是一个非常 就相较于其他单一债权人的借款来讲 他要复杂很多 所以我拿公司债来当作长期负债 解释他会计处理的例子 那公司债呢 我们在出块里面已经讲过了 这出块里面讲的公司债呢 我们是到期 比如说我发行一个十年期的公司债 一千万 那十年之后呢 就还一千万就对了 就结束了 这是我们出块里头学过的 那时候我们讲公司债的时候的讨论 要讨论应该是说列两个东西 好 一个 我的发行价格 我的发行价格怎么决定 这我们出块里头提过 那第二个 那我的发行价格 如果是折议价发行的话 也就是说 我的市场利率 如果高于或低于我的票灭利率 我就会产生折议价 那发生折议价的时候 我每一次付利息的时候 我的折议价怎么贪消 有利息法 有直线法 有效利息法 跟直线法 这两种 好 这是我们出块所谈的 好 那其实出块呢 如果还有点印象 其实我还有稍微提到说 如果你各公司在发行的条件里面 可以提前清场 那如果提前清场的话 我怎么去做他的会计处理 那这是我们出块也谈过的 好 所以这边我们待会会花一点时间 帮大家复习 这是复习 但是呢 重点是 有关于公司在的部分 我们要谈到的是 分期还本公司在 好 我们刚刚讲说 我发行的是一千万 十年后 一次到期还一千万 但是如果不是一次到期还的 而是我分期 好 也就是说呢 我一样发行一笔 一笔公司在 十年期 但是我还款的时间呢 是不一样的 可能发行的第五年底开始 我就开始 还两百万 两百万 两百万 还到第十年刚好一千万还完 这就是分期还本公司在 就是出块里头没有提到 但是他的观念 跟一次还本的是很像的 所以我们也会 待会会去谈这个 那一次 那个他要谈的时候 也是一样 发行价格怎么算 发生 折一下的时候怎么做 那如果 我提前清场怎么做 好 所以他在谈的 跟一次还本公司在的 这个时间点 或者是交易形态是很像 只是因为 他是分期还本 所以就不太一样 好 所以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